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甲二組第五輪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選秀節目對青少年影響幣大於零 對賽雙方為正方英華書院 對反方金巴倫長老會要道中學 現在我會介紹雙方的辯論員 正方主辯梁卓涵同學 第一副辯陳卓雲同學 第二副辯林柏行同學 傑辯雷君傑同學 反方主辯李欣林同學 第一副辯黃靖雷同學 第二副辯楊啟江同學 我們很高興今天請到三位評判為今天的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 前香港大學中文辯論隊隊員徐欣健先生 香港樹仁大學中文辯論隊隊員 江洛琳先生 江洛琳先生 以及前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隊長 蘇健雲先生 接下來我們會介紹賽規 本場比賽分主辯台上發問 一副二副台下發問及結辯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為4、3、3、4 反方主辯完成發言之後 雙方各有一次台上發問機會 台上發問完成之後 正方一副會接續發言 在反方二副完成發言之後 會進行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機會 台下發問完成之後 會進入結辯環節 除台商發問及台下發問環節外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 30秒均有一聲的提示 叮 夠鐘則有兩聲的提示 叮叮 超時15秒則會連續連丁幾下 叮叮叮叮 詳細賽規已經發佈與各參賽學校 請問雙方對賽規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現在先請正方的主辯發言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如準備好之後請講可以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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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聽得出不清楚 聽錯的 可以 登 除了各位大家好 2015年隨著韓國 成功推出Produce 101 各國的地區增相效仿 相繼推出各類型選售節目 掀起選售熱潮 選售節目的特點在於具有淘汰制 直至出現一個單位的贏家 而且選手種類繁多 有注重歌別技能,例如唱歌 也有注重外表,例如選美 因此各個節目成功標準各有不同 但所有節目的共通點在於他們的本質都是謀利節目 因此每個安排都會以主辦方的商業利益作為優先考量 而今日討論選手節目對青少年發展的影響 就必須包括作為觀眾的青少年 和參加觀眾的青少年這兩批持份者 衡量變題的標準也在於選手節目 能否幫助這兩批青少年在心理層面上健康性 何方贊成變題原因有二 第一,內容設計具誤導性影響青少年心智發展 選手節目注重劇情設計,並利用各種剪接 例如增加劇情條段、增加訪問環節 塑造選手獨有的人物設定 但這種為了收視而做的劇情安排 只會帶出標期立議的舉動 例如中國新出唱一位叫麻吉蒂蒂的選手 因為被人淘汰之後就表示 因為主辦方想要緊 所以就迫他唱一些11歲時創作的拆牙歌 還要多次要求和麻煩鄧子奇 而搏取鏡頭和輿論 這些浮誇的行為對於一個深至未成熟的青少年來說 難度是一個良好的學習對象嗎? 甚至節目組會以培養式方式培養素人偶像 比賽結束之後 前幾名參賽者也可能得到和唱片公司簽約 並且發片的機會 務求塑造平民都可以成為超級明星的美好想像 而正因為可以發明星夢 越來越多的青少年忽視自身環境 盲目待入節目劇情 抱著一夜成名的心態參加 例如《全民造星3》爭奪50場名額的時候 其中一位選手關家敏哭著說 其實做明星根本沒有他想像中那麼容易 他舉例說團隊中有成員因為生活不了退出 而他自己也一直做不到成績給家人看 覺得浪費了很多時間 因此選手節目給青少年假希望 令到他們以為所有人都可以輕易做到明星 亦合理化自己發明星夢 反而會忽視自己的資質、背景和適合自己的獨有發展路徑 浪費時間和心機去不適合的範疇 第二,比賽設定畸形增加參賽者壓力 為了確保有潛力、有收視保證的選手留下 在比賽中途主辦方會要求部分選手綁定長約 例如台灣藝人許含光曾經說過 如果有得他選他不會再上明日之子 因為他已經被這個選手節目傷害太多次 例如參加節目一直被要求簽下十年長約的傳言 甚至是自己對主辦方提出的要求 都從來沒有得到合理回應 所以他不僅在九強為止主動退賽 還要之後三年都一直情緒低落 所以想問有方同學 青少年是否已經具有能力反抗這些不公平的制度 他們有沒有足夠的法律知識去保護自己 如果沒有的時候默默承受這些欺壓 又是否對他們健康的成長環境呢? 而且選手節目會放大選手的一腳一動 而青少年正好處於最尷尬的位置 他們可能只是在座各位身邊的普通人去參加這個節目 就要被人用一個明星的標準去看待 要承受大人的壓力 例如一零年一個英國的選手節目 有兩個十幾歲的少女因為上台默契差 唱得一般的 被人面對這麼多人的指責和嘲笑 兩道情緒失控走下台 難道這些群眾壓力 是缺乏情商經驗的青少年承受得到的嗎? 所以選手節目正正就是放大他們的失誤 令到青少年更加多的精神焦慮和緊張 而選手節目本身的設定 也會為青少年帶來更加多的煩惱和壓力 損害精神、損害情緒健康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放青少年一個成人商業化的賺錢節目 是不是青少年應有的成長環境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主辯所用時間為4分06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下來,有請樊方主辯 你有4分鐘的時間 如準備好之後,請向介紹員說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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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主席、評判授,各位大家好 其實今天方同學所說的弊處 只是現實的情況 但未能夠認證究竟如何構成弊處 今天方同學說會發明聲夢 但我想問你方同學 今天我發明聲夢究竟那個弊處在哪 當中有什麼問題 今天我想去做的話 當中有什麼問題 我有一個目標去追夢 當中的問題在哪 今天方同學又說會有被人批評 有壓力 但等等 我再想問有方同學一次 當中的弊處是什麼 今天學問青少年是遇到要一行封信 什麼挫敗都沒有 才能夠有利於他們 今天有挫敗 不可以轉 今天有壓力 不可以轉為動力嗎 有方同學 其實今天在討論面提前 有兩個關鍵事 我們一定要去處理 第一,選授節目 即是說是一種真人實景秀的節目 其實一個平台給一些劫調的深秀去參加比賽 選擇人才 第二,青少年 青少年處於一個建立個人價值觀的階段 以及吸收知識 得過心理學家艾力信指出 青少年在成長的經歷會經歷自我認同混淆 很難去尋找到自我 因此當青少年處於一個建立價值觀的階段 有獨立的批判思考和自我認知能力 對於他們來說是十分重要 而今天變題中的青少年 除了講觀賞節目的青少年之外 也要討論參加選擇節目的青少年 故此我方行為變題的準則就在於 選擇節目是否有助青少年訓練批判思考和自身能力的認知 我方反對變題原因有二 第一,選擇節目有助青少年訓練批判思維 在這個資訊那麼發達流通的時代 所有節目裡面每一個的鏡頭、行為 都可能引起關注和討論 每一句話都可能引起共鳴和反思 而社會上不同的持分者 對不同事件都有各自想法的時候 就很考驗青少年可不可以建立一個好的價值觀 有沒有能力去判斷是非對錯 就例如今日《全民造星》出身的肥仔梁葉感 雖然他的身材還未符合我們對帥哥 要高大身形的固有形象 但會憑著他跳舞的魅力 最終成為了第四名 更加以男團ERROR隊長的身分出道 令青少年明白成功的準則不一定要靠帥哥 有個人特色都可以獲得認同 例如曾經參加韓國produce101的選手金龍國 他受到肯定之後加入了限定男團JBJ 但後來被爆出氣貓的醜聞 事件引起了很大的批評 包括青年份子都很不滿他的行為 可見青少年都不一定去盲目跟從偶像 因此今天不單止只是說正面的事對青少年好 負面反面的事其實都可以引起人去思考和反思 從中讓青少年在不同的事情中 建立自己的批判獨立思考 第二選手節目有助青少年扶養個人能力認知 選手節目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 讓青少年去認知發掘自己的能力 一些很偏門的才華 例如機械舞、龍督笑 其實都有機會可以在舞台上表現出來 加上所有節目都會安排一些專業的導師 提供專業意見去使道選手 例如過去柴烏丁就有容祖兒、譚永良等的資深評判 美國好聲音又會有美國著名歌手阿當列為做導師 參與者可以接受到專業的意見 又有很多學習的機會 雖然某些參加選手節目的青少年會面對失敗 但他們也可以進行自我反省 在得到評價之後重新出發 再次挑戰 就在《全民造星3》的參賽者Judas 其實他一直都不擅長展露自己的情感 但在許廷亨要他把最真實的情感都放在唱歌上的提點下 他受許廷亨的啟發 在下一次的表演中表現得更加投入 最終獲得評估的高度評價 同時其實他們都可以放棄原有的目標 但其實這樣也未必是一件壞事 因為在參選的過程中 你未必會完全了解自己的才華 反而在聽取專業的意見之後 可以對自己的能力有更多的認知 並且作出調節 去其他方面發展 成為更好的自己 就例如參選中國創作101的流言語 他雖然最後沒有成功出道 但就被人發掘到他的演藝才能 更加成為劇集女主角 可見無論是選手還是觀眾 節目都可以吸收到專業的意見 從中了解所需的潛質 分別自己的喜好 究竟可以作為積劇 還是只能當作一種興趣 再說問有關同學 是否所有青少年都可以成功出道 走自己想要的路 才對他們更加有利呢? 感謝各位 正正 反方主變所用時間為4分鐘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然後是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便員 向反方主變提問 發問時間1分鐘 反方主變準備1分鐘 回答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便員 向正方主變提問 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均向對方提問一次及回答一次後 便回到正方一副環節 請問雙方對賽規有沒有問題? 請評判注意 填寫台上發問分數時 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 特別是反方分子 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好,現在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員 在台上發問 如準備好,請說可以 我想問你是否正方結辯同學 正方結辯發問 準備好,請說可以 主題評判作為 聽完主題評判作為 聽完主題評判發言 其實吳南發言 他們在說什麼提升至好 發展至好 是因為可以在比賽中獲得專業評價 專業評語 所以今天我方質疑的是 究竟為什麼這些專業評語 一定要在選秀節目才能找到 這些比較大型的比賽 都一樣有專業評語 專業評判的時候 參與者接收的知識、經驗 亦都可以在比賽獲得的時候 為什麼要參與選秀節目 所以今天選秀節目和普通比賽最不同的就是 選秀節目有仁氣 而主辦商是會為利益 而去不理青少年的心理發展 所以面對壓力 問題就是選秀節目會將放大 但是很越壞 失敗就會被人攻擊的時候 想問右方這些被人攻擊 受很大壓力的清少年 如何處理 反方主便有一分鐘時間預備 叮 對 對 感谢观看 好,可以 好,反方主便答辩,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如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好,多谢方寒的问题 其实今天有分寒的话,只有选项节目可以获得诸业的评语 其实其他都可以 但是,其实有分寒是否在某程度上已经承认了选项节目都可以获得诸业的评语 两者是没有冲突的呢? 再者,今天有分寒就跟我说,节目就会有收益 是谋利的 我想问有分寒,节目今天有收益 跟青少年他的成长,他的发展是利大于弊 弊大于利,有什么关系呢? 再者,今天有分寒又再跟我们说 失败之后会被人攻击,被人批评 但我想问,为什么失败之后必然会被人攻击呢? 失败之后我们见到可能会被人安慰 被人去鼓励 再者,今天青少年他经历失败的时候 是不是对他们来说必然是一件错白的事呢? 我们不可以在失败之中吸取一些经验 去从而在下一次的机会 更加好吗?多谢各位 请反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员作台上发问 要准备好,请说可以 反方同学派出的是反方劫便同学 对于年轻人而面对压力不通不可以是学习的过程 面对压力不通一定等于被大于你 按照有方同学的逻辑 其实我们不应该去考试因为有压力 而且再者,男孩子看完足球篮球比赛 想去做足球篮球员 男孩子看完美食节目 想去做美食的主持人 这些职业道向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难道看完足球比赛 突然美食节目就是糟? 这本身就不像实际 是你自己的固有思想 或者你的固有思想人 就应该去读书入大学之后做白领 但我们青少年试下又可以试下发展的机会 还有他们有不同的想法,没问题 想问有方说 对于整个人生实际实际制造成了什么影响 有多少人受到影响?多谢各位 政方主便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哦 谢谢观看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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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时间完结 请政方主便答辩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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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經常說這些壓力是否要學習壓力 但我不反對,壓力是可以學習 但今天選手節目帶給你的是過大的壓力 因為我們主編位置已經跟他說了 他們就是會被人用明星的標準去看待 因為傳媒要炒作這些選手節目要賺錢 所以他們要不斷的流量 所以今天就是跟你說這些人 他們承受不了這些明星的壓力 你反而問回分學 你是不是想這麼小時候做一個青少年 就已經無緣無故要給那些狗仔隊 被媒體一舉一動都要拍攝 不斷炒作呢? 所以有分堂很搞笑的 他跟我們說 是否你看了一些籃球員就要去學打球 有分堂 問題就在於你自己都會知道你自己多少分量 有分堂不是說你今天看了一個籃球節目 就突然去踢西甲去美國積攬選手 但今天的問題就在於這些選手節目 用劇情誤導理以為平民都可以做到偶像 所以你才會被人贏到你積攬位 時間完結 台商發問環節結束 現在輪到正方第一副變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員說可以 各位大家好 聽完有方的準備 發現有幾個問題 第一 有個同學究竟在選手節目獲得什麼呢? 有個同學就不斷地跟我們說 可以有批判思考 個人的理智能力 但其實說了一句 這些人是受益的 即是有些人獲得多少的批判思維呢? 最終只有一兩個人可以贏到這個比賽 可以肯定被人肯定他們的腦力 但是其他人又如何下選 又不知道他們在哪裏 又被選了 最終他們就是浪費了時間 在這些選手節目最終失敗了 然後又沒有機會 因為這些選手節目唯一的目的就是商業的用途 第二 目標和手是不相符的 有個同學說 選手節目可以讓這些青銭 可以有平台去表演 可以讓他們有一個機會展現他們的才華 但是先看看這些平台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看人氣而成功 例如中國的選手楊超越 他沒有任何才能 又不懂唱歌又不懂跳舞 但是他靠什麼成功去贏到選手比賽 就是他的外貌和人氣爆燈 所以才可以贏到選手比賽 我想問一下這些是否又是所謂 有方可以說的 用這個才能去展現的才能 還是只不過是以人氣去創定的標準呢? 再者 又不斷問我們 這些選手節目的商業利益 和青銭的發展有什麼關係? 我現在回答你 是有關係的 這些青銭公司 簽了這些節目之後 會不斷被人找他做一些九五答法的廣告 因為這些電台節目 這些節目永遠都是以商業的利益為先 他們去買這些廣告和他們的技能無關係 和他們本來發揮所長的這些理念是背道而馳 而青銭的參加選手節目 其實是被人運用 擔製了他們 控制了他們的行動 來賺取最大的利益 並不是培訓他們所謂的才能 而只不過是一個賺錢的工具 來到最後 其實這個選手節目的風光 還有什麼呢? 其實這些青銭的參與之後 又沒有回頭路 內裡的知名明星何錦就說明了 合約大多是一些簽訂的十年的長約 就算中途頂不住 退賽也頂不住 也要迫住做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些重慶的合眾律師事務所 律師傅雷的介紹 這些合約的條款很苛刻 為了確保回報 這些練習生單方面解約要強度 演藝公司賠償十幾萬到上百萬不等的違約金 這些不上等的合約 不釋錄的青銭都是為了賺錢 而不准備淘汰就必須有人棄用話題 怎樣做到?就是要節目出位 例如青春有理 這些閃受人不斷造作 來到這些節目迅速圈 表現出錯誤的價值觀 給這些人體的青少年 以為好像造作就可以成功 但作為這些仍然發展人性價值觀的青少年 這些造作的人 是否要是他們應該學習的人呢? 而聚者 在這些壓力上 不僅是台上的壓力 台下的壓力也有 他們不斷的私生活 這些參選的青少年 不斷的缺點被人放大 這些人體炒作 這些是本來被青少年受的壓力 要被青少年受 是否也是青少年有新的壓力呢? 謝謝各位 反方第一副辯所用時間為3分10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接下來有請反方第一副辯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之後請向計時原事宜 可以 講可以就可以了 可以 定 大家好 我方主編問的問題有方不回應 因為有方都知道 其實失敗不是結果 其實收音和初節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對青少年都會有一定的好處 今天有方完全把焦點放在台上的選手 但是忽略了台下的青少年 我們現在先看看台下的青少年 其實有方說選手節目會帶來假希望 一個動作可能要重複幾十次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 這些都是會在電視機前播放讓觀眾看到他們付出 例如你方所說的楊超越 雖然他們表面是很風光 但是他背後也是花了很多時間和努力 才會成功出道 你方覺得今天青少年在價值觀上有很大的影響 覺得發明聲幕是不需要付出的 那麼這些情況又有多嚴重呢 好了 我們現在來看看對於參加選手節目的青少年 其實這些節目是傾向發掘有才華的人 在社會上、娛樂圈上不單是才藝 在愛貌上都會有一定的要求 通過這些節目讓選手可以慢慢認清自己 在導師和評審的幫助下 最終可以成功地了解自己判斷自己的實力 確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具備應有的才能而入行 而不是盲目地追求 其實這些專業人士提供的意見 都會在選手節目這樣展示自己的能力 獲得人氣提供知名度 從而可以讓他在其他渠道出道成名 除了我們主要 就例如韓國的Produce 101第一季 這個金請客也認為自己是可以以團隊形式而出道的 但是被評判或專業人士見識過之後 認為他的實力是以個人發展會更好 最早以個人出道 單曲大和好評 你方又如何解釋呢 其實有方今天說他們的假希望 但是是否一定要 但是青少年是否一定要走這條路呢 是否如果在有方看來 選手失敗是對選手的打擊的話 是否進不到大學就是社會看不上他們 社會是否應該全部人都不需要競爭 無論成績、品嘆、好與壞都要進到大學呢 謝謝各位 繁方第一負面所用時間為2分47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是正方第二負面的發言時間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事員說可以 示威 示威 聽得到 可以 示威 主要評判還有各位 大家好 有方主編就出來問我們 發明星夢有什麼閉處 但是我們看到馬仲偉自己跟我們說 青少年不要發明星夢 因為你根本就不了解行為藝術 閉處是什麼呢? 主編講了例子 關加文講了 閉處就是因為他發現自己根本做不到成績出來 他不知道自己的實力去到哪裡 覺得浪費了很多時間 想退出又退出不了 所以有方不會再問了 我們再看有方自己跟我們說 選壽節目可以訓練到青少年的批判思考 想問有方為什麼看選壽節目 又訓練到這個批判思考呢? 當中直線邏輯有方需要解釋 因為你看選壽節目 你就是想看它的劇情 你就是覺得有花生食可以笑一下 很開心 你既然是想訓練批判思考 為什麼你不會看一些專業的青涵節目 要去看這個選壽節目呢? 所以我們再看 有方就說選壽節目有專業導師 可以幫助年輕人 想問有方 其實這些專業導師 是不是又適合每個年輕人呢? 他們都搞不清楚自己需要什麼 就好像主編例子關加文那樣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 他就參加了這個選壽節目 想問有方 他又專業導師又怎樣幫到他呢? 我們再看一些認真思考 參加選壽節目的青少年 他們成千上萬個人被淘汰 他們在這些專業導師身上學到什麼呢? 有方說了一個例子 就是那個導師覺得他是適合個人表演的風格 所以有方其他例子 成千上萬個人被淘汰 你拿一個例子出來和我方論整 我們再看 我們反而見到出道的 是好像楊超越一副所說的例子 他有人氣但沒有實力 連跳舞動作都跟不上的人 所以我今天既然是利弊比較變題 我和大家用天平來稱一聲 究竟選壽節目的青少年有什麼利處和閉處 而有方就說選壽節目 可以幫青少年展現自己 幫我和大家看看閉處 主便一副跟你說了 凌晨四點被人叫起來 在這裡等三四個小時 為了營造他們很累的假象 想問有方這樣展現到他們什麼呢? 何況選壽節目本身背後 就是盡是不為人知的黑幕 好像韓國選壽節目 produce 101 來定造票等等 他怎樣展現自己 他都沒有公平的機會去展現自己 參加自己演藉的練習 就因為他沒有人氣 他沒有熱度 所以他辛苦練習的鏡頭 就被人剪接剪走了 因為主辦方知道 即使他播放這些鏡頭出來 因為選手原本沒有人氣 也沒有人會看 但我們相反 我們看到一些有人氣 沒有實力的選手都能夠出動 像楊超越這樣 有方是否想灌輸一個觀念給青少年 就是你的樣子如何 命運就必定如何 楊超越這樣生得漂亮的女兒 就可以出動 但沒有實力都可以出動 所以有方其實一直都回應不到 我方成名之後的壓力的例子 成名之後的壓力 包括傳媒壓力、群眾壓力 即是可能他當日狀態差 穿得隨便些 都被人擺上網議論 想問有方 其實有方忽視了一面提中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但是青少年這些確壓能力比較差的青少年 如何面對呢 最後想問有方 青少年面對一千上萬個鏡頭 面對整年之後放大一舉一動 什麼都被人放大檢視 面對口珠不發 這麼大的壓力 甚至上未成熟青少年可以如何應對呢 多謝各位 叮叮叮叮叮叮叮 等一下 糟了 我想鬆個鐘給大家看 等一下 他用的時間是3分16秒 其實可以讓大家看清楚 這裡 好了 評判請在每張分子上扣除5分 好 好 接著下來 是由到反方第二負面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之後請向計時原示宴 請問聽不聽清楚 評判聽不聽清楚 好 可以 好 各位大家好 其中 游方的論證只是基於為選秀節目套上一個負面的形容詞 就必然代表選秀節目就是弊大於你 我們分開兩大方面去講一下游方和論證有些問題 有什麼問題 在娛樂性質方面 游方就是說 娛樂的性質會導致年輕人有很大的壓力 但是游方都論證不到究竟有壓力 就是不是代表對青少年的成長有什麼弊端呢 因為選秀節目有戲劇法 是因為綜藝節目的拍攝方法 但是在選秀節目並不是只有娛樂 就不會有專業的評價 就不會有專業的評價 就像游方和我所講的關家文的例子 又或者是我們外國的例子 都看到可能她的選秀 即她的實力不夠別人的時候 就會被人淘汰 這些是事實來的 但是我們知道因為戲劇法的現出 是為了令到選秀節目吸引觀眾的一種方式 就是因為有娛樂性在觀眾面前 但是在最後一刻都會有認真地講評語的時間 就會令到些人覺得他們的能力是有一個程度 才能夠說服到觀眾 如果不能夠說服觀眾的話 那我們要這些評價做什麼呢? 但是如果有方認為異者是不能夠同時出現的話 其實這些綜藝節目大不了可以邀請一些鞋子來做評價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會覺得因為有娛樂性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看到事實上他們是會花重金請國際巨星來做評價 原因就是因為無論節目有幾戲劇法 都不會阻礙到評伴提出專業的評語 因此其實娛樂性質和專業的評價兩者並沒有衝突 反而是相互相成的出現 而我們看到如果真的好像有方說到這麼嚴重 即使表演的方式不同 都會影響到青少年的價值觀的話 選秀節目理應越來越少 但是事實告訴我們 拍攝的節目越來越多 有方又如何去解釋呢? 而在資訊方面 公眾人物被大眾討論本身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不過不同的消息被觀眾放大的時候 對於青少年而言 判斷資訊和邏輯分析就很重要了 我們看到在不同的選秀節目中都有不同的事件 就是被年輕人去判斷背後發生的事 透過了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去加強青少年的思考能力 而不論是我們今天一直講的 ERROR肥仔的例子 還是TVB演員喬寶寶 即使作為少數做俗裔 但透過他的努力之下和天生的幽默感 都能夠贏得選手 更能夠圓到明星夢的時候 反而更加是讓年輕人知道 不是靠英俊就能夠贏 而好像金角龍氣貓的情況 更加是不想青少年去以他們作為榜樣 更加不會覺得是明星就能夠為所欲為客 如何不能夠加強青少年的力 而且在選手節目中 經常會播出幕後練習的情況 就例如內地選手節目《青春有你》入面 就看到選手和他們的導師 每個都有看有淚的練習 更加是跟青少年說 要成為偶像並不是表面風光的 原來是透過背後一朝一夕 刻苦內勞練習回來的 而以上的例子也帶出了 無論是正面還是反面的資訊 都在讓年輕人與不同的角度的判斷 是非黑白 並不是有方說到誤導性地嚴重 於此更加能夠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各位 反方義父所用時 認為三分零三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再再提醒評判 剛才反方義父用了英文TVB 評判可以因應 他是否一個專業名詞 還是一個英文 而在分數上儲量扣分 現在會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 向反方台上便員提問 正方無權指出回答者 反方可自由派出台上便員回應 台下發問時間一分鐘 台上準備時間一分鐘 再回答一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會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反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 向正方台上便員提問 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機會 而兩條台下發問可由同一位便員提出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台下發問環節現在開始 請正方派出一位便員作第一條台下發問 你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在英華書院那邊 是不是裝置有問題 等一下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而选手节目会进行恶意剪接 将选手的画面剪到最好 特显他们的商业价值 而不是他们真实的一面 有次有方反方主便地说 PRODUC101里面有个气猫 从而引起青雪莲反思 我方不反对 但这个气猫正正是脱离选手节目 在现实中剪露无为 才可以让媒体发现他的气猫的真相 所以才有被青雪莲批判的思考 而这些真相不是节目中能够被发现 所以最后想问有方 今天选手节目将选手最好的剪出来给大家 是否没有真实的东西都可以被青雪莲批判到思维 还是没有选手节目才能让大家看到演员选手等等真实的一面 多谢各位 范芳有1分钟时间准备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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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錯誤的資訊其實年輕人是判斷不了的 但有可能究竟錯誤的資訊和正確的資訊 兩者逢遲存在的時候 為何不能夠令年輕人去判斷這件事的對與錯呢 加上我們即使有可能認為PODY01的例子不能夠論證 我們看看有些選手節目背後他們發現那些人在發脾氣 但也會跟大家說 因為他們是年輕人他們突然會有情緒 但也會知道要努力才能夠完成到這個夢想的時候 其實這些例子正正跟年輕人說 我們即使可能會有心情不好的時候 也會比較努力去追隨自己的夢想 這些例子就是跟年輕人說 我們是要努力才能完成這個夢想 即使是有些情況下我們看見不能夠額損等 不能夠選出去的例子 但是也不代表年輕人一定會學習這些錯誤的例子 甚至有時說過必定判斷不了的 现在请反方派出一位辩元作第一次台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之后请讲可以 可以 再做个位大家好 有方指出选手节目对参专者有造成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压力 但有方和我必须解释两个问题 第一压力是否选手节目造成的独特性问题 第二面对压力是否必然是弊大于你 我们见到对年轻选手来说 选手节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所以对他们来说 即使知道有压力都希望尝试 所以有问有方同学 青少年是否不应该面对一切压力 包括何叠压力 多谢各位 好 正方有一分钟时间预备 叮 好 好 感谢观看 叮,叮,现在有请正方派出一位辩元答辩,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是,你是正方的杰面作答 正方的杰面作答,现在准备好,请说可以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尤方桃又问我们是否不要一切的压力,我方前征已经答过了 不是,但问题是在于今天的压力太大,他们承受明星的压力 所以尤方桃问我们压力是否等于弊树? 压力现在是说过大压力,造成了什么弊树? 前征他说了,例如许含光三年都走不出,因为这个选手节目造成对他的伤害,造成的情绪低落 甚至是我们之前见到前排这个选手节目《星林招王自杀选手》 张宁云都说过,就是因为那些人批评太多的批评,令他们承受的压力太过巨大 所以尤方桃反而问回尤方桃,你自己作为一个青少年,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承受这么多人的批评 承受这个媒体聚焦你的一举一动呢? 所以其实尤方桃很搞笑的,他自己刚才的答问还者已经暴露了他的弱点 他已经跟我们说,我分别有分别,究竟是不是有娱乐性有真有假的时候他怎么分别 他问我们为什么分别不到,我分法而问回尤方桃,为什么又会分别到呢? 今天你的论证责任是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一定会有一个必然关系 是可以分别到的,谢谢各位 请正方派出一位辩原作第二条台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发言时间,准备好之后请讲可以 不好意思,你的镜头有点问题,你等一会 好的 现在看不到? 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 有分钟今天说清少年不得读书,不过他选手节目尋找当然出路 但有分钟忽视了选手节目是要不断赚钱 所以经纪人公司会将有才华的人不断洗底,不断再次摆入选手节目 会为求赚取更多广告收益,不同的商业效应 例如创造101,找已出道歌手陈芳宇再次回来,取得更多的商业利益 所以今天的选手节目是被经纪公司有经验,有吸金能力的人壟断,给他们赚钱 而有抱负的清少年只能够终于陪亲,最后失败告终 所以这个表演只是被有吸金能力的人壟断,其他有抱负的清少年就会失败 是不是有方口中的多元出路呢?多谢各位 凡方有1分钟时间准备,叮! 谢谢! 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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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 准备时间完结 请反方派出一位辩员答辩 反方答辩同学为反方第一副辩 准备好请说可以 好可以 准备大家好 有方说这些选手节目 那些人会去包装它 去买广告赚取商业利益 但是赚取商业利益这件事 其实在新闻各种情况下都会报道 如果他不想去赚取商业利益 那他就不要去 我们现在不是强迫青少年去参加这些节目 而是他们自愿的 如果他们真的不可以的话 那就放弃 可以选择放弃或者继续 其实我仍然不明白 其实赚取商业利益 对于青少年的压力 是不是一定冲突呢 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 有方需要论证 多谢各位 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作第二条台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发现时间 如准备好 请讲可以 好可以 好可以 各位大家好 有方说他们会承受不同 成为明星的压力 所以就是弄 正正就是告诉他们 他们未必适合做明星 有方就说是浪费时间 但是别人不成为职业 不可以当成是兴趣的吗 唱歌不出就一定是浪费 我方不明白 其实有方今天说 为什么不做足球员 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够资格 我方今天举出不同自我能力认知 或者转型的例子 有方不回应 想问有方 有谁一出声就知道自己聪明 又不聪明 如果他想出到 是不是没有选择节目会更加好呢 多谢各位 定 正方有一分钟时间预备 定 是 感谢观看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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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请正方派出一位同学答辩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 正方答辩的同学为正方第一副辩 正方第二副辩 不好意思看错了 正方第二副辩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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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是吗 评判还有各位大家好 从有方刚刚的问题不难看得出有方的立场已经退到选手节目 为什么不会为一个兴趣 所以有方选手节目是不是为兴趣呢 那想问有方 你既然想去寻找机会去试究竟自己适合什么 为什么要去一个选手节目 因为这么大压力给这么多镜头对着的舞台 你这样的压力是青少年所承受不了的 不如我们归正本清完 我们不如看看为什么他们要去这个选手节目 就是因为选手节目给了一种人人可以做偶像的错误观念 你不理自己几斤几两 你不理自己究竟是否有这个实力去参加选手节目 有方同学是不是觉得所有人都是宇宙游戏 但其实你自己不过只是叶小燕 一个发紧明星梦上来就会被人耻笑的人 多谢各位 现在会进行欠变环节 双方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叮 全是 对 感谢 双方 丁 丁丁 预备时间结束 现在先由反方结辨总结 你有四分钟的时间发言 准备好 请向主席示意说可以 可以 丁 各位大家好 其实有方的无法保证 压力其实一定是败处 误导性的资讯也不一定是败 其实败不成败 究竟进入娱乐圈之后 其实跟选手的贸易情况有什么关系呢 究竟其实压力是不是打工人的心酸呢 我们再举个例子 其实我们有些学生 他读12年的免费教育 他做不到学试 读学读基礎文法 其实也在浪费时间的 但是为什么当初不好读书 这些都是社会的真实情况 不一定是弊 其实为什么对清朝来说 这类的选手节目引起这么大关注 选手节目既然是娱乐性的 都是对社会不同年龄 都有吸引力 但为什么偏偏对清少年吸引这么大 为什么 其实每个人小时都有梦想 小孩子有梦想天马行空 成年人的时候 已经不会说什么梦想 都会很现实 希望踏实地有份工作就足够 但偏偏青少年这个位置不同 他们处于小孩子到成年的过渡期 在这段时间 他们有很多机会去试试不同的东西 青少年才是一段最感 和所谓最容易可以追梦的时期 而选手节目透过这一点 将梦想打向旗号 所以才能革命更多青少年 这些青少年都知道 这个阶段有梦想不去行动 其实成年之后就没有机会 他们听着把握小的梦想 做这些成家立室的时候 30、40 他们应不敢说梦想 所以青少年的阶段 更想知道梦想究竟有没有机会实现 而选手节目正正是让人追梦的地方 同时都是让人梦醒的地方 选手节目有灯光、舞台、诸人评委 都是日常心目中很难去预备 可能有些人在街上跳舞的时候一般 但当是站上舞台 就可以掌控全场气氛 这个选手节目带来的另类舞台 不可以在日常心目中展示到 而在视频上展示到 因为节目有更多的经费 可以花很多钱去做舞台、灯光、道具、评委 这些所有东西对于青少年来说 在追梦过程里面 是给你最好的舞台 有时我们要厘清 什么是梦想、什么是兴趣、目标、职业 当我给你一个最好的发挥机会舞台 但你都不能够发挥得好 或者你的程度已经不适合 将这件事作为 即发生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这件事在你生命里面 只会是一个兴趣 是可以是一个遗憾 但不代表一定是差的 对比你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定位 不知道原来自己不适合选受 可以是一个遗憾 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些人 他们尝试的机会都未必有 他们可能现在正在小文职 但他们都不知道 如果自己曾经何时 做个歌手究竟是否合适 起码青少年给了一个答案 告诉你你未必合适 你自己去想 你接受完这个比赛 你会继续努力 还是你会把这件事放在心里面 作为曾经发生过的遗憾 我们根本就没有强迫过 任何一个人去受损受节目 有些人在第一个月的表演时候 未如理想 但他仍然会卷套 从来最终获得成功 有些人在背后发现 自己原来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 他甘于退居幕后 他可以继续发挥自己的能力 但他退居幕后 他可能做一些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 自己很胜任的位置 甚至乎有些人将唱歌跳舞 收到自己的兴趣里面 又可能与自己的工作已经完全无关 好声里面 其实有很多唱歌好听 名字靠前 但最终都没有出台做歌手 但不管是名字还是前或后 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究竟有什么预算 对于这帮青少年来说 最怕的未必是一如惊醒 最怕的是没有机会 在资讯这么发达的年代 所有节目会有不同的资讯散布给我们 有不同的内容给我们知道 我们认为我们随便 这样看完节目就算 但实际上 无论是分辨资讯 有或是社会不同的资程 一直都会令到我们成长 和学习 我们未必统讨完整 因为看完全民造星 但社会仍然会 同样的颁奖点例 都是尊重 因为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成长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资讯 反方洁便所用的时间为4分06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最后会由正方洁便进行总结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之后请向计时宜 可以聽到,準備好請說可以 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準備好請說可以 聰明 聰明盞盞,葳達阿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大台的《星夢傳奇》 當中有一名14歲的選手姚卓飛 從小就喜歡跳歌唱舞 參賽員其實很簡單 在父母老師的鼓勵下 希望在舞台上指揮自己 以為真的可以 為自己帶來法治理處 第二一切都是幻象 因為一場比賽失利 被對手嘲諷 片段擺上各大社交平台 被網民惡意批評 旅客意外洗臉 雖然在座位都不想有更多例子 所以我們不妨為大家由三個面向 總結全場比賽 一、從參賽者看 其實尤芬今天說得很好聽 跟他們說這些選手節目可以發掘自我 找到自己的出路 但是在選手節目被人拍到的舞台上的努力 才會被人承認 但普通比賽這些不同的機會 可以展現自己的時候 這些努力就不會被人承認 所以說到尾 最後都是為了出名 所以今天尤芬是比較假象給青少爺 說到有不同出路 不一定要讀大學 哄他們落達 然後原來青少爺 完全不知道裡面有什麼黑幕的時候 進去只是去演劇本 為迎合大眾文化 而寫出來的節目效果 做完標期立意的劇情 竟然使選手節目更加像真人騷 所以見到的就是和青少爺選手 當初希望可以在選手節目得到不同的知識經驗 互相違背 將又淪為收視的扯視幕口 就算自己不喜歡也好 也要做 更甚的只要選手是比賽失利 就會被網民媒體無限放大 變成茶餘飯後的笑話 今天奧芬不是說選手節目不好 但選手節目必定會選出一個最優秀的參賽者 而參賽選手節目只有一個姜濤的時候 其餘那99個又是不是姜濃呢? 第二,從觀眾來看 所以今天尤芬在講到選手節目 可以有批判思維 但為何青少爺不去看這些學術清談節目 我二虎都講過了 可以有好機會展現自己 可以去訓練自己的思維 而為何今天選手節目這麼紅 越來越多 就是因為這些選手節目可以捉住大眾的口味 靠的就是剪接泡股和誇張手法 所以對呀 為何坐下來看這個比賽 嘻嘻嘻嘻嘻 就可以學到不同知識 最後原來不是自己吃花生 所以第二,壓力問題 人不是一出生就知道自己有什麼興趣 但知道興趣 為何就要去一個這麼大壓力的選手節目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去 這些選手節目就不適合青少爺 所以有方說到這些壓力 為何會為青少爺大廢書 但原來講出全場 選手節目為何和普通節目不同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相互化 選手節目是以金錢為利益 最後怎麼會理會選手的心理發展 更甚至是媒體做少許事 選手節目做少許事 就會被人盯住的時候 將它們無限放大的時候 而青少爺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 有方是否就是想一些狗仔 繼續追著凌晨4時起床的例子 所以今天有方其實也否認不到 青少爺承受到這些壓力 所以其實有方跟我們說 選手節目有什麼好 其實就是比青少爺一個美幻象 其實一切一切 夢醒思萬人發現這些選手節目 做這麼多戲劇效果 說到美全都是為了貼合大眾的口味 當作是扯線公仔 今天有方跟我們說 為何要握殺每個年輕人上台 面對這麼多觀眾的表演機會 而今天我方也很想見到一個年輕人 繼續在舞台暫放光幕展現自己 但是青少爺這個階段 連花雷都未掌握的時候 需要些什麼不知道 合苗助長不斷倒進去 只會令花苗提早死亡 連生長機會都沒有 所以我們應該要提供合適的道路 在青少爺到將來繼續發展自己 展現自我 多謝各位 請大家稍等一會 請評判注意 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 每位評判請先選出三位表現交階的辯論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一位得三分 次佳一位得二分 兩分 如下一位得一分 如果評判你那張分子已經沒有問題的話 可以在checkbox裡告訴我 OK 之後我們會按住 剛才宣佈三位評判的次序 順序給評語的 OK 好 不好意思 電腦沒有電在你的插頭 好 辛苦了 徐欣健先生 我想問是否還處理緊張分子 剛剛處理完 好 謝謝你 好 現在我們會邀請三位評判給評語 很高興 有幾位評判都很辛苦 做了兩場都辛苦 現在我們有請前香港大學中文辯論隊隊員 徐欣健先生為今場比賽給評語 有請徐欣健先生 好 大家好 辛苦各位今天都準備了這場比賽 我主要想說關於用例子的問題 而其他邏輯上的問題 我都可以留待另外兩位評判 我今天看了兩場比賽 我留意到時下年輕人 我也是一個青少年 都是一年輕人 但是對於一個選手節目的認知都幾不同 或者是跟普羅大眾對於選手節目的認知都可能有點不同 譬如正方一開始開中明已經說明了 選手節目可以包括選美節目也叫選手節目 中間選手節目就是一個謀利的節目 一開始開中一個例子就是說普丁失靈一是韓國的 做完普丁失靈一之後全球各地都有不同的 興起不同的選手節目等等 我已經在思考究竟選手節目的潮流是否普丁失靈一帶起 還是其他節目呢 譬如我們看看香港最初代的選手節目 即如果不算選美節目的話 可能是新秀歌唱大賽 有很多明星在那裡出來 當然不是像今天《全民造星》有一個姜濤 而很多現在出名的明星都是在當年新秀出來的 然後我又看看其他地方 譬如說選手節目 如果你當作全美一丁也是的話 那美國人的才能都是一個選手節目 所以其實不是只有普丁失靈一 也不是全民造星的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背景資料上的問題 今天我看了四對比賽 即是兩場比賽 大家眼光都會只是停留在近兩年 製作701大陸的明星資子 或者是製作人101等等的節目 但其實在這麼久以來 在不同地方都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節目 而玩法有不同 以至到後面的效果會有不同 或者是他們的目的有不同 所以引致到他們出來的效果都有不同 或者是因為搞手是一個什麼人 所以最後出來的結果也會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當然你會說內地的選手節目 有很多時候會被人抨擊是造假、造妹 他們觀眾是哭的 但那些觀眾是收錢進來哭的等等 那這些是另一個問題 但如果你說看有某些節目 可能他某些選手節目是會有些意義 或者是有些選手節目的搞手是很有心 很熱心去幫年輕人出道的話 那又會有另一個結果 所以我會覺得今天大家可以看選手節目的時候 不要自己看得那麼嚇喊 或者不要看得那麼嚇窄 這是第一個問題 而接著就是關於用例子上的問題 今天雙方內容分是比不得高分的 就是由主編開始之後 內容分是一路跌下去一路跌下去 雙方都在承受同樣的問題 主要原因是因為 還有在資料運用方面 雙方今天都是比較低分的 是真的比較低分 是說是低於平均的 原因是因為大家用例子用來用去 都是在用過幾個 今天聽得最多的名字就是 劉仁宇、楊潮月、關家文 就是這三個名字 今天我聽得最多就是這三個名字 其他當然都有其他例子 有說不夠說馬上衛 說一下朱特斯 說一下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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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我聽得最多就是 說起碼 我忘記我人名字 但是起碼 劉仁宇和楊潮月 甚至劉仁宇都只是說了兩次 最多都是楊潮月 加關家文 那是有點沉棄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說來說去都是這兩個人 明明你有這麼多人可以說 你有這麼多個比賽可以說 但也只是在說內地的造勢 製作人101 還是名一知智 只是說來說去都是這樣 都是抽情那兩個人 我正在想的是否真的那麼少例子 例如今天正方說承受不了壓力 或者是賽制畸形 是否只有這些例子才能說到呢 其實不是 因為我看到後期會拋有些人 有些明星承受不了壓力去自殺 是否叫Johnny 我忘記了名字 但是有些例子 這些例子可以早些用 或者可以找多些不同的例子去用 而不用那麼單一 只是靠說有某明星在選期間 頂不順他哭 然後就等於很大壓力等等 這些例子我覺得是太單一太單薄 而用例子上面也用得不夠好 解釋也解釋得不夠好 我舉一個很突兀的例子 就是今天反方說了氣貓那位明星的例子 就是說青少年不一定會盲目跟隨偶像 我就不明白 那個偶像是他選手節目出來 但是他起碼是他選完之後的事 不是選手節目揭發他氣貓 所以他的明星大跌或者是怎樣 或者他不是因為敢而受評 是他選完之後才怎樣 其實跟選手節目之間完全不關事 我又會問到究竟關什麼事 為什麼用這個例子 所以去到台下發問的時候 立即第一條台下發問 就已經被人問起這個問題 但是我也好奇的是今天 無論是正方還是反方 都聽到這些例子 聽到是沉氣的例子 或者是不對的例子也好 都會是沒有特別的回應 或者是很重點抽一些錯的例子出來攻擊 這是一個今天出現很大的問題 以照大家正在討論一些很表面 或者是可以說是你有壓力 我也有壓力 你的壓力這麼大 我的壓力也很大 就是這些討論 我會覺得是有些比較浪費了場面的比賽 主要就是這樣 另外就是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理解選手節目的一個方面的問題 就是今天其實正方就會有時候會提到 有些明星就是造星節目 或者是選手節目會做一個星出來 其他參賽者其實是不會贏到的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意思 阿馬仔其實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但是我就會問是否真的沒有什麼意思 當然反方就會說 我不是的,他們都學到東西 中間有導師教他等等 我就會在想 究竟是不是真的 好像李杰弦所說 《全民造星》做了一個姜濤 做了九十九個姜蓉出來 我正在想那九十九個是否真的姜蓉 我第一件事就是在想 其實不是的 九十九個姜蓉裡面有十一個人 九十九個姜蓉裡面有十一個人出道 就是十一個人都是MIRROR 再加四個就是ERROR 還有些零零星星還有別人 那些人都不是說完全黑色 或者真的變成了姜蓉 然後下一個問題就是 我在想那 是不是他們沒有東西代到落袋 好像反方所說 就是是不是真的沒有東西拿得走 他們沒有take away 或者是他們沒有單獨出來單非發展 這就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就是 我不要只看全民造星看其他地方 例如說在大陸 是否又只是做了最出名的 那個中心 就是他們叫中心 就是九十九個姜蓉裡面 最站最中間的 最光輝最耀目的人 是否就是那個人 其他人全部都是流羅 又不是 所以我會問問題是 是否真的是這樣 即使我看香港的現況 在全民造星1,2,3 都好 其實三界裡 第一的固然可能會出名 但其他的不是完全一民不值 而即使是不出名的那些 或者是他們走了那些 其實他們都可能走第二條路 然後他們會有別的成就 這是我會在想的 大家是否不需要看到這麼誇張 而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在有時用例子上面 和說法上面 要留意清楚自己有沒有衝突 譬如說 正方今天說了 就是一開始 是一開始已經說 選手節目可以包含選美節目 後面就說 楊超越就靠樣子去看 我明白我認同就是 楊超越是舞台技巧是不夠的 有很多人說她是花瓶 而她是靠花瓶靠樣子去推出的 那我就想 如果你覺得選美節目是沒問題 特別是香港選美節目 有很多香港選美節目 其實他選完出來 他都是去做一個演藥 或者做一個歌手等等 他慢慢培養他的技能出來 或者是 又這樣說 不是很想看TVB 不過都可以看TVB裡面 蔡師輩也是一個 或者是李佳琛這些 都是選美節目出來 但是 基本上他們都會做一個演員 都有很好的成就 像陳法拉一樣 都是這樣 所以我就會在想 究竟是一開始選美 或者是因為靠樣子出道 是真的一個問題呢 特別是你一開始就已經說 選美節目 都是選手節目 他都可以有他的價值 有傳達價值 然後你後面 然後後面又無緣無緣無故 說到樣子是不可以 一個 一個 檔案 他被人出道 然後不可以被他發展 我會在想 是否真的這樣 究竟是否那個人 要被你貶到這麼一目不直 當然我會明白 你這樣說 楊超越的樣子 靠樣子出道 是挺多人在說的 但是我們是否可以有 多些包裝方式 或者多些例子 再反擊他 我可以說的例子 就是他靠樣子出道 然後到了一個位置 就已經是 因為可能不知道什麼問題 然後就 所以不出名 或者是他知道他有 可能要忍退等等 這些事情 我也是可以拿出來說 或者拿一些例子來反駁 而不是那麼單常說 他靠樣子 就是他玩了 不是這樣去打 就是不再攻擊就算 另外就是 關於一個台上 剛剛也說了台上 對不起 台上發問的問題 也想再說 就是 今天我聽到 反方問一條台上的問題 就是問正方有什麼影響 損失節目對於人有什麼影響 還有有多少人的影響 我會想提一提 就是不要問一個 這個問題不是問得那麼好 因為你不可能要一個 要正方量化到有多少人受到影響 他一定不跟你說 全世界年輕人都受到影響 看的節目的人都受到影響 這個問題又會浪費了機會 今天我看了兩場比賽 也會有人問一些類似的問題 而浪費了機會 所以我會覺得 大家要好好思考一下 台上發問的時候 問些什麼 其實不一定要即場去思考這個問題 在訓練的時候 都可以想清楚 想會問些什麼 引致到正方可以 到你自己一副的時候 可以怎樣去抓 怎樣去再打下去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策略上面的安排 而這個策略上面的安排 不一定要即場去做 是可以一本身就已經做了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可以思考 評語就是這麼多 其他立委其他兩位評語 多謝各位 好 多謝徐欣健先生 接著來我們有請香港樹人大學 中文辯論隊前隊員 君樂林先生 我們給評語 有請君樂林先生 是 大家好 剛剛都有做同樣的辯題的評判 我覺得 整體來說 這場比上一場好看 可能因為我剛才還沒睡醒 但是我覺得 略略地說一下三個月 第一件事 就是 我會覺得在用詞方面 今天無論雙方 都有些比較特別的用詞 例如說 你說他九不八八 他說你弊不成鬼 我覺得 如果你在用這些用詞 不是有問題 但是你用之前 可以想一下 究竟別人如果不斷追問你那件事 你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要想一下 有其他的方法去回答他 即是 如果你就這樣回答他 你的弊也不是弊 你的利也不是利 這樣的話 或者他那些理處又不是理處 你的弊處又不是弊處 這樣的答法 我覺得是可以再反思一下 因為既然 如果他都追問了你這麼多次 那你就想一下其他答法 用你主線的東西去回答他 而不是就這樣說他 譬如說你簽約 原本其實你是想說 合約的條款很不合理 然後你再推展下去 就是你說合約的條款 很九不八八 但是其實如果 都跟反方說的一樣 他都要清楚合約 或者他都要知道了自己 會承擔相應的壓力或者責任 才會去簽那份合約 而那些所謂九不八八的責任 可能也是符合著他 可能想要更加多的知名度 或者想要更加多不同的發展機會 那其實那些會不會 其實不是一些不相關的條款呢 那所以其實會不會有其他的答法 可以更加好 都可以再相關一下 那第二件事就是方向方面 我覺得其實今天正方 都有一開始都很清晰的 就是講到其實青少年分了觀眾 和參賽者 那我剛才都覺得 如果青少年作為觀眾 是一定多過青少年 作為選手節目的參賽者 那所以呢 選手節目對於青少年 作為觀眾的影響 就一定大過 選手節目對於青少年 作為參賽者的影響 那我理解 那所以其實 我理解 正方的第一個論點 都是講的是同樣的事情 就是它的內容會有誤導 會影響了看的那些青少年的身心 那但是似乎去到後場 就下去和反方一起討論 那些參賽者究竟是什麼環境 就是譬如說是聽了很多次的留言 然後譬如有些其他的節目 但是我會覺得可以再反思的是 究竟如果你在看這些事情之前 會不會想到究竟會不會先回答 對於觀眾的影響那一部分呢 因為其實對於觀眾那一部分 理論上是大過 就是青少年作為參賽者的那些部分 更加重要的是剛才都 就是反方都有講到 其實你如果 你都是自願參加選手節目的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你都是可以隨時自願退出 那其實 但是有時候可能 退賽都是一些 為了爭取名氣的一些手段 那我不知道 那其實這些等等的黑幕 會不會就是反映著 其實今天根本是 在看著青少年 那令到他們以為 那我去到可能十強退賽 那我贏了 那就威了 那會不會有這些種種的黑幕 是可以在正方那裡聽到出來的呢 但是 今天就不是很聽到 就是 除了提過 提過一些努力 可能被人剪了 那其實 但是剪了會不會是有實際的考慮呢 譬如說是那個節目 根本不可以這麼長的 但是這些我會想聽多一點 就是究竟是怎樣可以影響到 作為觀眾的一群年輕人 他們對於這個選秀節目 所造成的一個價值觀 會不會有不同呢 或者會不會有其他 就是會不會有些節目 是根本是 純粹是為了樣子的 就是會不會 其實就是你講的那些選美節目 其實是 單憑樣子或者單憑其他東西 就去決定了它的成功與否這樣 那這些我覺得都可以 就是 落多一些藥去講 就是究竟 選手節目是怎樣影響 一些作為觀眾的青少年 然後 之後 我覺得反方今天 都用了 就是我反而覺得 反方今天是用了比較多的例子的 就是聽起來 因為我本身都沒有什麼 提選手節目 就是除了《全民造星》之外 但是我也認識了很多不同的 比如說是《聲林之王》 或者是《製作01》 或者是《長好一丁》 《美國好聲音》 我覺得 感覺上 反方就是從一個參賽者的角度去出發去講 但是我就會覺得 其實參賽者佔了這個青少年 只是 就是我理解 應該是很少數 比如說《全民造星》 那樣 只有100個青少年 最多 但是青少年是有很大的族群 而這個很大的族群有什麼特質 就是可能你所說的那些 很容易會影響到 就是他們身心發展還未成熟 很容易會受一些內容去不到 我會覺得 可以想一下 在博論上 會不會反駁 講回觀眾這件事先 然後 我會覺得 就是 反方今天的答法都好的 就是譬如說 那些壓力方面 他都是知道自己會承受壓力 就是你想大那個王冠 就要承受那個王冠的重量 所以其實是 我覺得是合理的 就是他既然 再者 如果他可以隨時退出的話 那就更加是 就是如果你覺得有壓力 你覺得成熟到 那你就退出 我覺得是 都合理的一個反駁 是 那跟著最後就是 我會覺得 今天 就是整體上來講 就是 例子上面 都可以 就是喘息得多些 就是譬如有些人 我是真的 不認識的 就是譬如說 可能是我自己的知識有很多 可能是 製作101有一個 不知道什麼客人 然後打算個人出道 原本打算組合出道 然後個人出道 那我覺得這個解釋是 合理的 但是其他的例子 可能會不會 就是 可以再講多一些 究竟他的背景啊 或者他再展述多一些 他那個情況 究竟是怎樣 而不是就這樣拋了個名字 就是譬如說 好像台下法文 那樣拋了葉小言出來 但是 葉小言 就是不是 每個人都認識葉小言 所以我覺得 可以再想一下 例子上面 會不會再展述一下 可以說的就是這麼多 多謝光樂林先生 最後我們會請前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隊長 蘇健雲先生 我們給評語 謝謝蘇先生 喂喂喂 聽了兩件 好 可能很簡單這樣 先講一下 正反雙方 那其實 一開始我先講 主線上面 其實以主線上面 我自己就會 比較喜歡正方的主線 比反方的主線 因為反方的主線 其實你一開始講 但是反方的主線 不是很認同 我不是很認同 可以 你不懂 可能會有提到 對方法定 那這樣會不會有更多 好一點 謝謝你 不好意思 那首先 我們講講主線上面的問題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 正方那條線 比反方的主線 主線 主要的問題 就是在於 反方那條線 第一點是批判性思維,中間給予一些例子就不太好 或者你的推論是離去到很遠 所以我在主線上可能會偏向正方那邊 但我自己會覺得正方的問題就是在後場 第一位平鳳說的話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說其實很缺少例子 因為我聽了抽三個位置,一個位置都是一樣的例子 其實在資料運動或者例子說明上是給不了很多分 當然反方也是有一樣的問題 另一件事就是正方在追蹤第二點的時候 其實去到後場我根本已經聽不到 例如你主便說一件事 你跟我說一些參賽者有一些制度不公 或者一些法律上的問題 或者他簽了一些長約 其實去到一二負甚至台下的時候 我已經聽不到這些虛論或者相關的問題 其實就等於是掉了點 變相你第二個點就是focus了放大失控 或者是被人恥笑 變相後面就跟進了 大概說完主線 然後我想說一些presentation的問題 其實留意到雙方都有的問題 就是打國民的電源 其實他們說話的速度都是比較快的 其實這件事對評判來說是非常友善 其實評判是聽得很深 又或者其實根本差不多你們說什麼的事情 其實變相等於互說過 其實你們是可以說少一些套用 或者說少一些沒什麼用的東西 然後去調整自己的內容 尤其是證方有一個電源是超過市 可能你要注意時間管理的問題 以及真的需要把太多的時間放在港同員身上 第二個問題就是一個眼神交流 其實留意到很多個員都是 只是看著自己的稿 然後真的沒有怎樣看著情緒 尤其是現在是一個網上作材的認識 其實你的眼神是唯一跟評判有直接交流的方法 所以其實這件事都傾向 想大家去做得好一點 好 接著就是講一些問題 就是我自己的問題 或者可能是最後雙方都沒有解決的事情 我覺得正方留給我的問題 例如第一個 你就回答我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在選手節目裡面失敗了 就等於失敗了 這個是去到最後都是沒有解決到這件事 第二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失敗了就一定是一個 世界上的浪費或是精神上的浪費 這個也是沒有解決的 然後其他人衍生出來的問題 例如說 我自己想一個經濟上的產業 因為我自己已經認知 娛樂圈本身就是一個吸流量的東西 所以你生得美女才是美女 其實本身就是一個優勢 本身就是一個技巧 我不管你這個人有沒有失敗也好 只要你吸引到人 其實你就是贏你就是美女 所以這件事我自己就很認同 就說你靠我的樣子贏 所以選手節目就應該傳載了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的情形場 即我們的技能都是被一個外貌 或者包裝剪蓋了 但其實原來大眾是接受的 其實這件事本身是沒有問題的時候 那為什麼你會把它定義做一個問題 而是在娛樂圈的 context上面做這件事呢 然後第四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那些參賽者不可以參加一些 例如說 小一點的選手節目 而想一下累積經驗 然後達成他們的夢想呢 這些都是留下了一個問題 那我自己覺得 正方強的位置就是在於 你說一個剪接 或者一個劇情的需要 就導致那些選手節目的內容 其實是實陣的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強的 但是你們沒有辦法 能夠抓到這個位置去打 例如對方跟你說 Point No.1 就是批判性的C1 其實我不明白為什麼一直要去到台下發問 才能夠抓到這個項目 其實這個已經虧了很多分 你聽到就是 結束了台下發問之後 其實反方已經沒有再說 我貓那個例子 其實他已經沒有再說這個例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 這個方法其實是可以早一點出 其實Point No.1 就已經是完成了 那這件事其實應該是 一附就應該開始了 那對於反方來說 因為對方很遲很遲才博的批判性思維 所以其實在這裏都賺到不少分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你可能想一下 就是批判性的思維 是不是真的一個合理的東西 因為對於我來說 就真的沒有合理 但是我於對我沒有什麼博 所以我就不扣你分 另外我覺得反方都可以去想一下 我產業或者背後人身的經濟 其實本身原來圈就是一樣的 所以你都可以考慮做這件事 當作是一個負責的 我覺得反方強的位置 可能是你本身有一個道德高地 你講到學年輕人怎樣追夢 其實這些是結局可以再善情一點的 或者你鼓勵學年輕人青少年 可以有一個寬一點的情緒 一個broadly的做法 其實也是很容易的 我自己就覺得 這些大部分就是我對 政法雙方的抗議 暫時是多謝大家 再次感謝今天三位評判 百忙之中 撥勇抽空出席 擔任評判的工作 今天的比賽結果已經在我手上了 現在會由我去宣佈比賽的賽果 首先是今場最佳辯論員 今場的最佳辯論員是 正方主辯 梁卓涵同學 恭喜 至於今天的賽果是 正方得一票 反方得兩票 換句話說 今天贏出比賽的是 反方金巴林獎勞會要到中學 今場比賽到此結束 多謝大家